中国其实并不愿意贸易战 而且也并没有主动发起贸易战 美国的很多主折都是无稽之谈 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本质与重点 贸易战本质上依旧是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进攻 不管贸易战是不是美国主动挑起的 还不如说是中国逼迫美国主动挑起的贸易战 一 美国依靠美元美军与美国价值观 从全世界收割社福财富与吸引人才 未养美国本身 衰落他国实力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依赖 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组合权与方法 而苏联的解体加剧了这种依赖 依靠美国的影响率以国力支撑的美元 以贸易逆差的方式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 那美元在全世界流动 我们可以把这批美元看作是鱼苗羔羊 然后依靠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人为的制造地区冲突与危机可以是很多形式 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加息甚至国际冲突 从而使特定国家资产价格相对于美元大幅度波动 本币剧烈贬值从而以超低代价 收割他国的优质资产与外汇储备 一方面让这批真值的财富收入美国南中 一方面收回美元的流动性为下一轮收割而做准备 释放和收回美元流动性的具体操作就是加息与降息 整个流程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组合权 就像养羊一样 饭出去吃炒养肥了收割 这套方法很多时候行之有效 为此美国才建立起了它的全球体系与推行全球化 为美元的自由流通设立保障 但从1998年以后 这种方式遭到了极大的挑战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 中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一个抵替了 苏联未知的强国那么简单 它的存在和方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了挑战 中国的崛起是美国21世纪以来的最大挑战与引化 政府控制力强 并且在金融领域对资本有诸多管制措施 使得美国难以单单通过资本操作方式 收割中国的财富 然后中国力见增强的综合国力和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 使得美国更难以制造政治危机的方式 制造中国的资产价格跳水 哪怕制造了 由于中国的管制措施 财富也难以流出中国 然而从1998年以来通过制造国际冲突的方式 造成中国内部不稳定 已达到窜一个 可以让资本自由流通的政府的方式 已经无数次顺考失败 并且发挥了美国很多成本 包括在金钱上或者国际影响力上 可以说21世纪以来 中国对于美国 就是一个争不烂 煮不烂 垂不扁 炒不掉的一粒豆 美国直接除全部以外 已经没有什么手段能打断中国的上升进程了 但如果矜持而易 中国说不上是美国的心腹大话 或者换句话说 肯定算不上比苏联更严重的威胁 中国之所以对于美国而言 比苏联更危险的原因在于 它采取了完全准益于苏联的方式 对美国的根基在进行侵蚀和腐化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 不但使得中国自己成了美国无法收割的对象 并且使得美国收割组合权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首先保证了自己不被美国收割 然后通过持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 在美国收割他国的时候向美国收一通税 具体表现为持人至极的巨额外汇储备 在美国制造了危机后和美国人一道低加收获职场 这就等于对美国来说 挥到手里的只有美元而非财富 只有通胀而非实际的好处 他称之为美国的寄生 但这种趋势在2008年以前并没有让美国人警惕 或者说并没有让美国人疼到警惕 转折点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 美国的力量受损 根据以往 美国需要找一个对象输出危机并且收割财富 中国毫无疑问不可能 但美国发现不但是中国不可能 连带对其他国家也受不到多少好处了 原来在于中国从改革开放起就积累实力 在2008年美国受损的实力 和中国自身一直没有停下来的实力积累 到达了一个微妙的引爆点 在2008年后 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 忽然在影响力和等级上都提高了一个级别 中国突然对推动人民币国计划和输出产能开始关注 在几年后更是推出了一带一路计划 从2008年后美国发现一个事实 使用以往的收割手段不但是没有利益的问题 而是可不可以回本的问题 原因在于以往在认为制造资产价格波动后 能以美元低价收购优质资产 并且收回流动性 虽然被中国截留一部分 但绝大部分收益仍然是美国的 但2008年后大部分收益居然被中国收取了 原来在于2008年以后大量的货币汇换协议 与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开设的诸多国际融资通道 中国改变了直接使用美元收购资源或者资产的方式 向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提出 以工业制品和基础设施折算美元 另一国以本国优质资产的期权折算美元搭乘交易 双双只是称称使用了美元 实际而言一分美元都没有流动 结果在美国制造了各种地区冲突与危机以后 中国以这种方式介入 但不但被截留了收益的问题 甚至可能没有收益 这中间仅仅是物质的流动 美国无法在其中以美元收割任何收益 并且中国还有自己的资金渠道 美国人终于发现这是挑战了美国的根基 扑雷顿解体以后 美国为了更好的收割 几乎改变了它的国家形态和政治观念 构建了美国自己的全球体系 苏联解体还加剧了这一趋势 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使用资本流通 方便美国收割利益 包括去工业化与烂金融业高度繁荣 它的国家为全球化而改变 它的观念也为全球化而改变 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1939年的那个美利金了 为了构建和维持这个全球体系 美国付出了巨额的成本 不得不维持超高的军费和巨益的贸易串差 但只要可以收割下去 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和高额军费都是值得的 都能得到超额回报 但现在而言美国付出了成本消费了影响力 却都不到相应的收益了 钱我出恶人我出 逃着你灾 为了压制俄罗斯持续压低国际油价 并且早年在中东干涉抬高了国际油价 使得自己的一票国内石油公司为了赚更多的钱 开采石油的技术研发上升了一个台阶 甚至使得美国自身因为页岩油的开发都变成了厂油果 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已经无法以制造地区紧张之势 然后以石油美元得到很高的收益了 而且哪怕真的是台高油价 也不过是为了俄罗斯输血 甚至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这些国家也受压制不住 然后低价收购优质资产就拿伊兰举例 美国能够战胜伊兰吗 而且先不说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国家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优质资产 哪怕有新的政府为了账户重建 也会拍卖优质资产 然后拍卖优质资产为了什么 还是为了筹集资金以进行账户重建 那么中国可以直接以基建出家 新政府用资产期挤压有美国人什么事情 铁路电力通信网公路 为了烧割全世界而自己去工业化的美国 在这些基建领域已经完全与中国竞争 哪怕尖端技术仍有优势 但缺乏市场也缺乏资金的联邦政府 已经没有逆转这个趋势的能力了 联邦政府已经没钱了 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而对大国而言 掉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如果能轻易改变生存方式或社会制度 那么苏联也不愿解体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开始打击中国 中国以这种方式活着一天 美国的全球体系都会有解体的风险 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岌岌可危 然而不得不花的支出却是年年高盘 再加上美国每年所创造的财富 到底有多少进入了失能的口袋 有多少进入联邦政府的国库 是要打一个疑问的 一万增量时期无关紧要 在2008年至今 美国进入消耗纯量时期 争纵一万的社会问题都会历见尖锐 所以我觉得贸易战本质上 是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进攻 无论是不是美国主动挑起 其实都是中国在逼迫美国 做出的战略抉择 美国对于发动贸易战 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甚至把握有没有超过一半也难说 但他仍然不得不驱逐这个一半 这对于国家战略的选择而言 无疑是最糟糕的情况 看是有选择实际上没有 因为只有糟糕和更糟糕的区别 如果不解决中国问题 美国哪怕找到再多的情报 也停不保自己的图纸 甚至会越来越恶 对华贸易战风险极大 但联邦政府已经别无选择 对于是力 split 是谁不再港贸易战风 就被迫无选择 她嘗嘗嘗嘗